古天樂這日出席新春活動 今年的農曆新年 古仔有沒有放幾天假 和家人一起過呢? 其實每年都一樣 因為我是長子的孫 所以家裡有很多習俗都要我去做 每年都是最重要和家人 年初一二要吃團練飯 要吃開年飯 我和我媽媽去拜年 主要都是這幾件事 身為演藝人協會會長 古仔就宣布在新的一年 將會有不少大計 因為協會剛剛拿了一個88牌 即是慈善牌 所以我們今年舉辦了一個春名 藉著這個春名我們會有籌款 希望可以幫到一些社會有需要的人之外 亦都可以幫到一些圈內有需要的人 我們又做了一個APP 希望通過這個APP 可以介紹我們圈內所有演藝人 這個APP也可以 演藝人上去可以留言 大家都去看 藝人如果上去放消息上去的時候 他會聯繫所有不同的平台 亦都可以 廣告商或者是電工師 要找藝人的話 亦都可以上這個APP去找 有什麼戲 他需要有什麼藝人 你自己的報名也可以 或者是他來找你也可以 有什麼事 我們都可以幫你 走 Bell 有什麼事情 就讓她進去了